这个单据要跟大家讲的是 会员预算子 那我们作业商会有用到这一个会员预算子来做 惩罚跟诅罚的预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我们的十字十一页那边 是不是?十字十一页那边 接着很简单就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次的执行结果 我能到会员预算 就是这两个符号 小鱼小鱼跟 大鱼大鱼 这个表示是会员的一位的作用 那 我在下面这边呢我把它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子叫P464 P464 就是大恩道合定会的预法嘛 就是 二人一字方是七吧 七字方 二字方 三字 四字 五字 六字 七字 八字 然后 我叫错 九字 然后十字方 这是二的那个四字方的逻辑 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第五字诗啊 为圆预算呢其实讲的就是二经文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把六的四把它换成二经文 它会变成怎样呢 就是 这是七字第一 这个是二经文的意思 这个是二经文的意思 看到了吗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你看一下我们这是六的四 六的四呢 呃 好 相信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的点在这个六的四上面 好 我们往左移了两个位远 好 往左移两个位远 就是这一个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值呢 它有一个点 就是在这个点 就是一个空的位远 好 好 那我把这个贴满 我把这边都把它贴满了 所以 我们这样往左移两个位远 就是这个地方 好 往左边移了两个 好 移过来之后 就是在六六的位置 好 所以呢 它的值啊 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 原本的移 好 变成 把这个行动 好 都往左边乱 好 这个是 移两位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把贴满给他还原成六的四 好 这个六四里面我们往右里两位 往右就变少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往右 因为在这个六四这个地方 往右里两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十六这个地方 所以往右里 我们的只是六四 是这个 所以这个 位元移动的运算元 左移跟右移 往左移就是做乘法的意思 你会发现我们 今天这个作业如果今天 输入一个字 我输入五次方的话 你是不是 把它位移 原本是0次方是1 位移一个次方 如果今天输入1的话 是位移一次 是位移一次 二的一次方是策略 如果我今天输入五次方 二的五次方是多少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有那个 0 1 2 3 4 5 三三没错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字 位移五次 就是到二的五次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的作业 你用这个方法 其实一行就解决了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就是要选到一个变数 然后去策略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好 有两种方法 那你如果用这种方法 就是 买分一百分 那如果你是用 不用这种方法 你先到了变数 然后一直把它上起来的话 就是九千分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的 位移人的运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